一群秀雷郎 中午時間穿著四腳褲 跑來跑去 提著水桶互相潑水洗腦 到了晚上 圍在公廟前群聚聊天 看看監視器上的時間 22號晚上10點多 讓附近民眾打電話 報警投訴 有人群聚 而且通通沒戴口罩 你們這時候 多久沒在練啊 多久沒在練啊 24號晚上 警方接獲報案 稽查永康區 這間公廟 公主站在一旁 解釋很久 沒有團練 跳八家將 但一群人玩水群聚 玩成這樣 似乎把防疫禁令 當成空氣 更讓民眾指控 公廟人員和警方 關係良好 根本不會被開罰 現場警發現 兩名成員在場 有戴口罩 未有演練八家將情勢 而全台仍然處在 防疫三級警戒 台南衛生局和警方 天天上街舉牌宣導 20號到24號 警方出動2000人 一共機查46件違規 而嘉義員警 也因為配合衛生局 機查無罩者 勤務加重 還要跑第一線 對違規民眾開罰 讓機程警令報怨 根本配角變主角 防疫的工作的話 就是變成臨時的一個機率 雖然報怨歸報怨 勤務包山包海 但嘉義警方強調 還是會全力配合衛生局 進行機查 一起撐過這次 本土染疫風暴 記得台南嘉義 綜合報導 請記錦羅 警方出動 請記錦羅